视频显示 8月8号晚间 武汉东湖高新区万科家园的大门 被一批穿着制服的人员用铁汉汗死 作业实施中火光直闪 8月9号 武汉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武汉新增确诊病例2例 无症状感染者4例的活动轨迹 其中一名无症状感染者戴某某就居住在万科家园 事件引发关注 知情者王先生说 封单元楼都很常见了 汗死大门还是头一回 共产党它是不管民众死活的 前几天也是武汉 有个小区被封了 有位业主要出去给8、90岁的父母送饭 也拦着不让出去 记者致电东湖高新区关东街常山社区 询问万科家园小区大门被汗死的情况 对方称是按正规的防控管理 来自武汉武昌区的刘小姐则透露 他们所在的楼有一名密切接触者 导致整栋楼被铁链子锁上 刘小姐说 目前只能在网上购物 或请人买了送到楼下 此外 有视频显示 民众出门透气 被直接封门 网友根据多个视频中的路标 门牌和口音推测 封门政策已是跨省市同步进行 新唐人记者李新安 陈杰 李佩玲采访报道 人员不要说 人员不要说